香港近代的歷史幾十年 大家對文化相對來說不太重視 80年代、90年代 香港甚至某程度上去到文化的低谷 回到香港2008年創辦中華國術總會 2009年做功夫節 當年我的感覺就撞頭了牆 敲了每一道門 是沒有一道門開的 沒有人會回應我 香港政府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香港政府內部的行政 是有很多所謂的不利 但香港亦是相對來說比較健全的社會 這個是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方面就是說 它有很多監管的制度 例如立法會 不是說我私娃娘我要做這個 它就做到 但同時立法會很多時候搞亂 變成有好的政策 它有時候落實不了 這也是今天香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它有一樣的硬性 那些人會給我 我想要做這個 我們一定要先讓他 去看 不同美的事情 的確 很不容易 不容易 我會想著 那段時間 放在內